我们上礼拜讲到的是那个就是有关 把问题一的资料怎么样丢到那个MySeqo资料库里面 那资料库里面当然有一些 包含就是说怎么样跟那个MySeqo做连线的动作 然后最后的话呢可以做一些互动 那最后当然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跟他做那个远端的连线 那预设的话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的那个MySeqo的预设权限 是没有开启那个远端连线 所以呢可以先建一个使用者 再跟MySeqo做连线 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可以把你以上的相关的资料 可以丢到那个MySeqo里面 那请各位再开启那个问题二 问题二这边也要有一个那个范例档案 或者在我们的范例档也有 那请各位试试看 把这个问题二 稍微做个重点回顾一下 也许这个问题二里面 把它开起来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问题二里面这个范例 这好像已经下载过了 在这边有一个问题二的一个练习档 那我希望做一件事就是说 把这个问题二里面的 一千多笔资料 帮我放到那个MySeqo里面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但第一个我们可能会需要做就是编号 那编号如果我希望把它变成两码的话 当然第一个 上礼拜有提到过 就是你可以利用什么呢 它的列号 那这个列号 那你可以用第一个啦 就插入函数里面呢 你可以用那个Raw函数 把这个Raw函数呢 这个Raw 这个 检式与参照里面有个Raw Raw里面的话 你可以用它现在在第几列 那把它剪掉E 因为它现在在第二列嘛 剪掉E之后它就是E 然后再利用那个 就是Test 格式化的这一个 在其实在文字里面 有个Test 或者最近使用过的Test 把这个值给它 然后它的格式 如果我今天我希望格式化成4码 000 OK 然后按个确定 那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把这个编号给做出来 那如果说今天我希望呢 把上个礼拜的部分呢 重点回顾一下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资料 它的问题2里面的这个资料表 那我可以 把它搬到MySQL里面的话 这地方该怎么做啦 那当然 我的需求第一个 可以把这个资料 从第一笔到最后一笔 直接筛到那个MySQL里面 不过你要筛到MySQL里面之前呢 你需要先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 建一个空间给它嘛 对不对 那这个空间 基本上就是一个资料库 然后对应到这个问题2的话 是一个 这个工作表 就是一个资料表 然后里面总共会有6个栏位 OK 所以第一个当然也是一样 就是把上个礼拜 当然我们上个礼拜的重点 其实主要还是要各位 就是 就是把这个MySQL部分 熟悉 那当然第一个 你要先把MySQL打开来 那打开它的话呢 当然上个礼拜已经安装过 你不用再安装 那你就把这个MySQL打开来之后 记得start它 启动它 start第二个 那特别主要它是一个server 所以通常这个server 可能你需要找一台电脑 把它放上去之后呢 通常是不会关的 因为它是一个server server通常是24小时开着 那你就公司里面找一台 或者家里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你就找一台电脑给它放着 那它甚至 如果你有固定IP的话 可以拿它来架设网站 那其实最常 最常用到像MySQL 网路上最多看到 就是像一些大型的论坛 比如说像什么 只要是跟论坛有关的 大部分背后都是用MySQL 因为其实架论坛 有很多的套件 那背后的用的技术 大部分就是PHP加这个MySQL 像什么Mobile01吧 或者是什么 还有一堆有的没有论坛 其实基本上后面 都是用MySQL这个技术 像我自己也有弄一个论坛 你们Google吴老师 好像排在第二或第三 有一个那个吴老师教育论坛 那我也是用这个做的 那这个东西 其实MySQL它的稳定性 还有它的各方面 应该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因为我用它至少超过十年了 没什么做问题 而且效率各方面都蛮好的 另外最重要的是说 它是所谓的自由软体 自由软体的话呢 它不是免费软体 不过你不要拿它来盈利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费用的问题 那比起来的话 其实跟那个SS或MS SQL的话 哇那相当有竞争力了 OK 那至于说它的各方面 好像也没遇到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你把它启动起来之后的话 旁边有个Admin有没有 你再把它点击进来 它就可以进到那个MySQL里面 所以第一个 那你就登录之后 启动它的论书 那密码的话就一二三四 就上礼拜东西 所以以后 你只要放在第一点 把它储存一下 以后如果你要建立的话 就非常简单 问题一 这边上礼拜也做过 问题一 那问题二的话 就是基本上 我们这边就会有需要的 一些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库了 那里面如果说 我希望把它怎么样 资料给放进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呢 在 这些都有了 所以基本上呢 当然你可以 新增一笔看看 不过特别注意 这些 那个 这个这个栏位 特别注意就是 你在新增 Inset的时候 最可能发生问题 就是说 像编号 我们是给文字的话 那文字前后 一定要加单引号 就是在Value这个地方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要加一笔 新的资料的话 像我看一下 我们现在里面是空的 如果我要新增一笔的话 那我就点选这个问题 二 里面的Seql 那要新增的话 就Inset一下 那里面的话 当然你可以利用那个 比如说第一笔好了 这一笔记录 把它Ctrl C好了 那如果说 你要把它放进来 当然它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 它没有图形化的工具 所以你必须要用Seql的语法 把这一笔记录给输入上去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编号 或者是说栏位里面 是文字的话 记得前后要加上 那个单引号 那每个栏位 跟每个栏位的中间 记得就是加上 那个逗点 比如说这个地方 本来是那个 它应该是Tab 那Tab的话 你就中间再加一个 那个 就是单引号 然后呢 分别再把这个 只要是文字 文字的 前后记得 就是加上单引号 像玩具的话 也是加单引号 那这个单 这个单价跟数量 小器的话 还有地区 这个都加上单引号 那最后怎么样 把它执行一下 如果你的这个Seql语法 没有问题的话 那基本上 它就会帮你怎么样 新增一笔 到你的这个资料表 问题二里面的 问题二的资料表 我们要把它执行看一下 基本上新增进来了 那表示应该没有问题了 OK 那但是呢 我们现在新增了一笔 不代表说VBA Excel里面也可以新增 所以 请各位 试着把那个 上个礼拜的东西 稍微重点回顾一下 然后 也把那个 MySeql里面 再建一个 问题二里面的 问题二的资料表 第一个就是说 把这个启动起来 那前面已经讲了 蛮多这个环境的设置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在那个 我们的问题二里面 反正就是 也是五个按钮 所以你可以把这五个按钮 把前面问题一的五个按钮 把它搬过来 然后其实 之前做过的 你可以复制贴过来 它应该可以work了 只是说 你要再重新去指定什么 指定它的那个 连接那个SARB的聚集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我也是利用 前面问题一的 那个程式来修改 其实呢 里面大致上 没有太大的差别 只是说呢 前面主要有五个栏 五个栏位 方法就ABCDE 然后多一个F 因为我们这边 有六个栏位 那再来就是说呢 我假设要 先测试一下 比如说 新增最下面一笔 那你这个地方 不见得一定要是 最下面一笔 如果你今天 假如说要新增什么 新增那个里面 就第一笔好了 比如说你先第一笔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 给它改成二就可以了 其实就是测试一下 能不能 能不能把资料新增过去 那基本上就是把那个 第二列里面的第一栏到第六栏 总共有六个资料 先放在ABCD 当然这个放ABCD 你将来名称 这个ABCD是一个变数名称的 如果你不取ABCD 你另外再取一个有意义的名称 也OK了 只是说 有时候我懒得想 我就干脆用ABCD 到F 比较方便 反正就对应到懒 然后呢 利用什么呢 Code 利用ADO新增资料 到A 就是把这 总共有六个栏位的资料 丢到那个 我们前面讲过的 利用ADO新增资料 然后它接到这个六个参数之后 一样去产生一个ADO的物件 那create它这个MyCon 就是去把那个ADO给产生 那前面讲过 ADO其实就是一个 有点像总机的角色 它帮你怎么样 把那个 它的这个SQL语法 丢给MySQL 那MySQL它听得懂 这个SQL语法 所以它可以帮你 新增一笔 到它的那个MySQL里面 OK 那当然这个地方 你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 Insert into后面的话 要把它改问题2 因为我们刚刚有增加一个问题2 然后呢 分别后面就是六个栏位 Values后面的话 如果是里面有文字的话 记得必须要在双引号前面 跟后面加上所谓的单引号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Varchar 你一设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怎么样 加上这个单引号 如果缺这个单引号 将来可能会出错 然后呢 你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资料 这个把ABCD分别放在变数里面 因为这个ABCD将来什么 它过来的话 换一个 换一个换一个 其实就是利用变数去改变嘛 所以如果你要全部新增的话 只要把这ABCDF 一个一个丢给它 所以跑一个回圈 最后呢 再利用Excue 这个MySQL里面有个方法 叫Excue 执行什么 这个SQL语法 那就会丢给ADO ADO再转给SQL 那买SQL接收到之后的话 那它就会帮你新增一笔进去 那不过最容易发生错误的 应该是这个 SQL的这个语法 其实这个语法 如果你有一点点错误的话 那会造成就是新增资料失败 所以通常我在执行的时候 我会在这边呢 增加一个中断点 因为不确定的话 最好先让它中断一下 然后前面的话 检查一下 就是说你在连线的地方 特别注意就是那个 Server的部分呢 我们还是用预设Localhost 127.0.01 那Database的话呢 前面是问题一 那记得要把它改成问题 因为现在你连线 要连线之后的那个资料库 做变更 然后呢 User就是Root Password1234 其他其实这个是从那个 Connection3网站上面抓的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这些设定好之后 再来做一个执行 比如说我这边增加一个新增单笔好了 那我其实是把这一笔丢过去 好可以按一下 那基本上 如果你这边没有错的话 它就过了 过了之后 停在这里了 那我是建议各位 将来可以check一下 Seql语法再去执行 因为通常有可能会卡在这里 可是一执行错了 你不知道错哪里 那怎么样 可以让你这个Seql的语法 可以让你知道说 到底对还是错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Seql这个地方 有一个简单的诀窍 我的习惯这样 可以检视里面 有一个即时运算试窗 那我的习惯这样 就是在即时运算试窗里面 因为配合中断点 他先输入一个那个问号 这个问号就print print什么呢 把那个Seql的语法 帮我列印出来 所以就打一个问号 空一个Seql Enter一下 那你会发现 假如说你print出去 这个对这个 这个对这个 那基本上 如果说检查一下 单引号是不是有一对 没错 这个都一对 那该加单引号的地方 就这三栏 有没有加 有加 OK 那这个地方 不需要 这三栏不需要加 如果没有错的话 那理论上 你在执行 这个Seql 应该没错 所以把它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地方 那你按F8 或者按这个执行都可以 我按F8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不会卡住 可是通常很多同学 都会在这一行卡住 那你可以检查一下 到底那个Seql 里面有没有错误 如果有错误的话 你就自己在把你的程式稍微做一个修改 那最后的话 当然执行完 这一笔就被加到我们的MySeql里面 那表示你一笔OK了 一笔OK之后的话 当然多笔也OK了 所以基本上 你再去检查一下 就是你的那个MySeql里面的资料 到底有没有多增加一笔 OK 那基本上 因为我刚刚有测试一下 发现我加了一堆 所以理论上应该现在资料一堆了 因为我把全部的资料 那这个可以有500一笔 那最下面一笔应该是001是没有错了 所以基本上应该OK 全部都把它新增进来了 那001把这一笔进来 那OK 那当然一笔OK之后的话 呢 再来就是全部新增 所以全部新增呢 其实把上个礼拜的 其实程式把它贴过来 For I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当然我从编号侦测好了 这个地方 改成A2好了 从A2向下侦测 那我是建议 因为这边有个地方 笔数 原来有1000多笔 我后来发现1000多笔 要insert到MySeql里面 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所以我建议 你练习的时候不要1000多 大概100笔就好了 不然要等非常的久 不知道等多久 那100笔就好了 所以把100笔下面的先删一下 不然等下等太久了 OK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全部新增 全部先上礼拜讲过了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上礼拜的那个程式贴过来 然后呢 去做一个修改 特别注意多一栏而已 就是这边是ID的第一栏到第六栏 然后一样丢给那个利用ADO新增资料 那我底下多了一个这东西 因为呢 我不知道新增到哪一笔 所以我如果希望 因为它一直跑一直跑 如果说没有显示说 到底新增到第几笔 那只会一直转圈圈 可是使用者会不知道说到底 奇怪进展到哪里 所以我会在什么 在Status Bar 那什么叫Status Bar 其实就是在这边 有没有 新增到第几笔 我把它写到这边 然后它如果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一直往下 它会帮你做更新 那这个Status Bar怎么去做更新 其实我主要利用的是 Application这个物件 我前面讲过 Application这个物件 其实是Excel里面最大的那一个 它是最大的 电什么Status 你就打一个St 大概就出来 Status Bar就出来 等于什么呢 你后面加一个字串给它 反正就丢字串 它会帮你把它写到你的左下角这边 那我因为后面的话 我是写了什么 新增到第几笔 然后第几笔为什么减一呢 因为我们从第二笔开始 一定要减一 第几笔 好 如果没有问题 那你就一笔OK 那就新增全部 新增全部的话 基本上我把它执行 或者按这个按钮一下 我这边有增加一个按钮 新增全部 把它按下去 那中断点可以拿掉了 因为刚刚已经跑过OK了 所以执行 那基本上你会发现 有没有 一百笔 还蛮快的 有没有 那当然 如果你再按一下 它又一百笔了 不过你一直按 一直按 它就会资料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昨天好像说到一个同学说 它用MySQL在做分析 它每天至少放了几十万笔进去 再从一切丢过去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不过它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50万笔丢的过程 就是loading太重了 也就是说 整个系统几乎就被卡住了 它电脑不能动 所以怎么办呢 有没有什么方式 它说它的问题主要是说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它背后执行 然后就慢慢跑 跑完之后 跳出告诉你就好了 不然它一跑 电脑可能 没办法做别的事情 那其实我想过 如果你不用程式解决的话 我以前的习惯是 把这个东西 放在一个虚拟机器里面 所谓虚拟机器 就是Virtual Machine 或者Virtual PC 就是在电脑里面 可以产生另外一台电脑 它把这个东西丢到里面跑 那你可以让它跑慢一点 没关系 或者VMware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那个用过 不知道类似 就电脑里面还可以再跑 OK 可能 那如果要让它跑慢一点的话 恐怕不然就是 让它停 停个几秒钟 恐怕也不太适合 所以 这个可能在 再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或者Do Event 在VBA里面有一个Do Event 也可以让你的权限先交出来 这个我想 不过它是跑太多笔了 几十万笔 那当然会比较慢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按一下全部新增 它就可以全部新增进去了 另外把旧的Excel删除 旧的Excel怎么删除 按下它 全部删除了 应该还记得吧 一行就搞定了 从它的左上到它的右下 点Clear Contents就好了 用Range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从那个MySQL里面 把旧资料全部汇回来 那全部汇回来 其实基本上 也是利用前面的程式 只是改了一个SQL语法 叫Slate所有From 问题2 再多一行 就是RangeA2.CopyFromRecorset 因为我们查回来的东西 会放在一个叫Recorset的物件里面 那个物件基本上 就是记忆体里面的一个表 一个暂时性的表格 一个Recorset的物件 把它Core回来就好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按下去 全部都Core回来了 而且效率上还蛮快的 可是这边它居然帮我把它改成 又改回来的数字 这地方可能再看一下 那再来就是把MySQL里面的东西 全部删掉 按一下 它其实没有回应 可是基本上已经把它全部删掉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全部新建应该OK 那删除的话 刚刚我讲过 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Range 从A2到F栏的最下面一列 把它做什么呢 点ClearContents就好了 它就清掉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资料再从MySQL里面再回回来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这个 那其实也是前面讲过啦 你大概把前面的东西拿来改一改就好了 里面的话就是Database这边问题2 然后呢 语法就slate所有from问题2 甚至笔音色音图还简单 然后exqueue它 那exqueue之后它会去执行这个SQL语法 它会把结果查回来的东西放哪里呢 放在前面 我们就是一直会有一个set MyRS 它会帮你放在这里 那你可以再利用CopyRecordSets 把这个MyRS 把它抓回来 这个MyRS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RecordSets 其实讲白的就是在记忆体里面的一个表格 暂时帮你放记忆体里面 那你再利用CopyRecordSets fromRecordSets 再把它call回来 就这一行 那最后删除 你会发现删除 资料呢 跟上面几乎一模一样 只差别就是说这一行不需要 这个语法 这边的语法 把它改成什么 slate所有把它改成delete 不用所有delete from问题2就好了 那执行完你会发现 现在MySQL里面的资料应该是空的 所以就轻空的 你会发现我把它重新再点击它一下 里面就空的 其他的话 我看编号为什么 因为编号我好像把它改成什么int 所以编号应该用Varchar 不然的话你用int它进来之后自动 因为000 那000自动它就帮你改 所以你将来还可以去修改栏位 比如说我这边改成Varchar 那长度的话也许我设为10好了 那也就是最大 最大就是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 十亿 也就是说有99亿 ok 这么大 那如果你当然不够的话 你将来这数字可以增加 那最后的话把它储存一下 欸 储存之后呢 像刚刚 欸 很严重错误 再按一下 它有的时候会卡一下 所以如果像你们看到 MySQL卡一下 有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 就是重新载入此页就好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它一直在那边 它显示这个 你就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然后再进来一下 再看一下 这旁边可以再看到你的栏位 有没有 然后栏位的编号 看有没有改 已经改了 那严重错误就略过不要理它 反正应该已经改完 改完之后呢 那当然 我们就可以再把刚刚的东西再试一下 全部新增 有没有 左下角 跑了 啊 不过因为 刚刚好像 没有删掉底下 而且编号没有 不过也还蛮快的 不过我400多笔 一下子就新增 然后删除 不过这边好像没格式化 所以还是旧的 那所以还是删掉好了 删掉 然后把这边 当然把它改一下 我想画面 先还给各位 先把这边先try一下 因为我知道有些同学 可能 如果你跟不上表 你回家应该没有练习了 所以 怎么办呢 我有把我刚刚做完的 全部call一份到那个 问题02里面 所以你找到云端白板里面的 问题02 这边就会有个问题02的 MySQL版 这边的话呢 就有什么 我刚刚做的所有的程式 通通堆我在上面 包含就是有些截图了 大概稍微参考一下 但是我刚刚好像 我看一下 insert into 其他好像都没有动 这边有多一个status bar 这个是新增的 然后 这边user user user可能要改一下 改root 因为我另外有 后面好像还没讲到 那个权限 这个root改一下 那这个IP位置 改127好了 我们用那个127.0.1 待会就是再改成 我们实际上的IP 跑一下 也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来试一下 好 好 好